大家好,又是讀書豪TV的時間 今集我介紹一本,我覺得是挺重要的書 對於香港人來說 就是一本香港軍事史的研究 叫做《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 作者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鄭志文和蔡耀倫 大家對於1941年所發生的日軍侵略香港 然後香港很快淪陷在聖誕節前夕 就在半島酒店當時的港督楊武奇 就向日軍指揮官酒井龍投降 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 我記得上個月,前港澳辦主任陳佐義 講到香港人的龍思琦、本土意識 和港獨意識的時候 曾經提過,他說香港人很無知 在日軍攻打香港的時候 英國人迅速投降,出賣了香港人 這就是我們長期以來 對於香港戰役 1941年發生的這場仗 是一個錯誤的理解 陳佐義所代表的 正正就是一種政治掩蓋了歷史真相 這種取態 是不值得我們學習的 這兩位年青的歷史學者 做了一件我覺得很重要的事 他去看回當時的英軍和日軍的檔案 究竟1941年12月這場仗 究竟1941年12月這場仗 的過程是怎樣 英國人的部署是怎樣 有沒有真的抵抗過 日軍是否真的這麼慎勇 整個登陸戰的過程裏 是否真的落方而途 英軍離棄了當時 在香港的居民 令他們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 這本書正正解答了 過去一段相當長時間 我們對香港保衛戰的錯誤理解 在作者眼中 英國是有部署的 對於香港的戰略部署 是一直因應國際形勢的改變 日本軍事行動 侵略香港的機會越來越大的時候 是去調整的 只不過 當日軍正式攻打香港的時候 英軍的防衛戰略調動 是未完成的 所以有多少是措手不及 至於在保衛戰裏的表現是怎樣 下一集我再跟大家說 記住回去拿本好書看 拜拜